这就是高线的高标准农田 每块钱都按了一个水表 以后要用水 直接就说钱 高标准上了山 下了滩 都经不起一场大雨 一场大水的破坏 较高标准农田 其实这个标准不高 有的建完了以后 根本就没办法使用 比如说土层很薄 种什么什么都不长 水利设施就是个摆设 也不能进行灌溉 土壤原来还可以长 现在高标准农田以后 连草都不长了 所以老百姓没有人去承包 没有人去使用 高标准上了山 下了滩 都经不起一场大雨 一场大水的破坏 较高标准农田 其实这个标准不高 有的建完了以后 根本就没办法使用 高标准农田造假乱象频出 究竟是天灾还是人货 明明是一件公在当代 立在千秋的大好事 为什么农民朋友纷纷叫苦 直呼劳民伤财破坏庄稼呢 从数字造田到违规施肥 高标准农田越建越烂 最后甚至有的农田 直接荒废 这种现象在高标准农田 改造的过程当中 可谓是屡见不鲜 不少农民都在担心 自己家的农田经过改造 最终会不会也变成一块 中看不中用的荒田 针对这种现象呀 农业农村部已经明确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车啊 刑署有笔款子 我想拨到你这儿来 明白吗 明白 我一直没想好这笔款子的名目 现在我倒是有了一个好主意 统筹考虑农资市场价格走势 请专员明示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这样呢 你申请我批准 这笔款子也就有名目了 你不拿 我怎么拿 我不拿 耿专人怎么拿 耿专人不拿 你我怎么进步啊 以这个基本农田的名义 把我们投资了这个五六百万的这个农家乐拆除了 并且呢 拆除之前我们进行了多次的整改 相关部门呢 也是我们整改合格了 而现在呢 这边却建起了这个停车场 全部都是建起了停车场 那我们建农家乐就是基本农田 你建停车场永久基本农田上就可以建吗 建停车场可以建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吗 看着水电站 你看 这几十个人臭水 看到没 这还得往过来倒水 倒到那边在那臭上 看到没 看 这就是过来拿花末了 现在修理水电站 这就是喝着人 压护城 这个水电站 牛皮 漂亮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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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水个杆 要水个杆 两个棒不需要 这个水个杆 你看那是水啊 啊 这个水的杆 都得直接炒 你看 都得直接炒 开着倒水 都得直接炒 开着倒水 看看 开着往地下垢倒水 倒过来到那边在那炒 自己家的地种的粮食 然后留成种子自己种 居然被种子公司给告了 还罚款十万 我真的不能理解 请原谅我的文化比较低 我完全不能理解 地是我自己家的 那种子我是向你买的 那第二年是我自己的地 生产出来的粮食 我用自己的粮食 再去种这个地 请问我伤害了谁 我侵犯了谁的利益 居然还要被罚款 我完全想不明白呀 请原谅我王思隆文化比较低 我看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我特别的震惊 特别的气愤 没有想到种地 还有这样子的风险 本来我们农民就是 弱势群体了 还要被一些所谓的农业公司 这样子去欺负 天理难容 天地良心何在呀 我此时此刻 我突然就想到了 我返乡当新农人的初心 要不忘初心啊 我返乡当新农人的初心 就是看到了广大的农民朋友 被这些所谓的农业公司 欺骗欺负 我看不惯 然后我有这个情怀 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 来加入到新农人的阵营当中来 当好这个乡村带头人 至少让我们农民不要被欺负 全国全国的农民都特别辛苦 但是国家在提倡 建设高标农田 守住18亿耕地红线的大前提下 有没有找到妻子解决农民 不愿意种地的根本性问题呢 如果这个根本性问题不解决 最健身最多的高标中的农田 这个良心安全 这种心理的打算是很难吃的 你可以叫做妈喽 做妈喽 我1号砂糖 你1号砂糖 乡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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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沥